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美国如何解读中共的军事扩张意图 中美军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一直不能合拍 这是为什么 中共对于潜在的中美军事抵抗的整体策略是什么 中美在这两个超级大国进入战争状态的可能性 目前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 过去这一周有几个新闻事件碰巧凑在一起 给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关键的信息和线索 我感觉是时候可以谈一谈这些问题了 另外美国最新爆出来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就是CPI跟去年5月同期相比 达到了5%这个增长量 这意味着什么 若有时间 我今天再跟大家也把这个话题讨论一下 好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个话题 就是目前中美军事对抗的问题 在六七年前 中美军事对抗还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话题 但是此时此刻 这已经是一个摆在中美两国桌面上的 双方都在共通讨论的一个话题 6月10号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就美国军方预算做了一个听证会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美国军方最高级别的军官 也就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 都参加了这个听证会 那么在听证会上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明确表示 中共目前的军事意图 是决心控制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 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以前我们认为中美对抗的关键是台湾地区 所以说中共对于它入侵台湾 美国会不会真正的全力介入一直抱有一个幻想 那么中共认为 只要中共能够对美国形成足够强大的军事震慑 美国不会为台湾这个远在东亚的一个岛屿 跟中共真的来拼命 但是现在如果美方认为 中共的军事意图是控制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 那么未来中共对于台湾的军事行动 在美国的解读中就完全不一样 美国和它的盟友 包括日本在内 都会把中共对于台湾的军事行动 当作是中共在实践它整个控制印太地区 整个计划的第一步 如果美国还有一点点愿望 希望保持它现在全球主导地位 那么美国是绝对不可能放任中共 完全控制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背景下 美方和它的盟友对抗中共 对于台湾的军事行动 就不再是单纯是一个保卫台湾的问题 而变成了遏制中共在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 实施这些统治的第一场重要战役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这也就是一个绝对没有退路的一个战役 美国为什么会对中共的军事意图 有这么一个解读呢 你还真不能怪美国在有意夸大见识 这完全是中共的行为 迫使美国得到这样的结论 我们知道 中共对于台湾日益加强的军事恐吓 这自然我们先不说了 那么中共在东海持续挑战日本 对于钓鱼岛这种现有的管辖权 在南海挑战一切国际法律和历史原则 在青藏高原中印边境上和印度刀兵相见 利用其载务强迫斯里兰卡 将其有重要战略地理位置的汉班托塔港 转交给中国至少99年 而且类似的事情也在柬埔寨发生了 那么同时中共利用其对于泰国缅甸的影响力 试图通过运河或其他的方式 使得它的影响力直接涉及印度洋 面对中共过去这五六年四面初级的行动 你对于任何有分析能力的人 它得到的唯一结论就只能是 中共事实上对于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 有它的野心 目前中美之间的军事紧张对抗情绪中 中共试图改变现有世界秩序 中共是挑战的一方 而美国这边其实是被动应对的一方 那么另外听证会中还有一段对话 也清楚地展现出美国一方积极 避免跟中国擦枪走火 引发全面斗争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你比如说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缅因州的参议员King和国防部长奥斯丁 就有一段对话 美国不管是国会还是美国的国防部 他们都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中美之间要么是在元首级别 要么是在最高军事长官之间建立一个可以直接联系的 有效的热线 他觉得目前没有这个热线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实 因为这样就无法有效的沟通 从高层降温 这就很可能使一些小的冲突迅速升级成大规模的战争 那么参议员King特意把这个危险的类比 1914年6月奥匈帝国当时王位继承人被暗杀之后 因为双方缺乏一个缓解紧张局势的这个机制造成双方冲突不断升级 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那么各种迹象检视 美方其实是一直努力在和中共联系 一方面是试图想建立这么一个两国最高长官之间沟通的这样一个机制 避免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擦枪轴火变成下一步的冲突升级 那么另一方面美国也试图通过这样的沟通 确立各自的红线 使得大家互相明白对方的红线在哪里 以防止任何一方产生误判引发不可避免的冲突 我在5月24号的节目中 专门讨论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曾三次要求与中国军队最高级别的官员 也就是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通话 但是中共三次拒绝了美国的这个请求 那么在那期节目中 我分析了中共这么做的部分原因 有关细节请大家观看那期节目 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今天我还想补充说中共这么做的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中共其实是不愿意和美方 确立明确的红线的 因为红线一旦确立 就是对于中共行为选项的一种限制 你就比如说 如果对方真的触及了他明确确立的红线 中共就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 不然的话就是示弱的表现 那么不明确任何军事行动的红线 是中共目前几乎是唯一能够采取的方式 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军事上是不自信的 但是呢 它在政治上掉门要喊得很高 这就是中共现在密须实施的这种矛盾现实 重复一遍 政治上掉门要喊得很高 军事上中共不自信 这是要同时实现的两个现实 这个矛盾造成了中共就根本不愿意跟美国明确任何军事上的红线 你就比如说 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原因 在台湾问题上 中共的掉门一直喊得非常高 2017年3月份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中将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说 我今天把话搁这儿了 美国在台湾部署萨德导弹之日就是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时 不光是萨德 包括像F35之类的进攻性武器 他敢在台湾落地 那么就是解放台湾之时 他这种言论很凶 但是呢 不置单一的 你比如说2017年12月份 中国驻美国公使 李克新就在华盛顿表示 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 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 类似这样的狠话 中共各种官员在不同的场合讲了不止一次 那么这些讲话 大家知道都是政治上的取用 但是呢 6月6号 美国三名参议员搭乘美军运输机直接抵达台湾 突破了40年来 美国首次正式派出现役军用飞机抵达台湾这样的底线 很多中国的小粉红 都已经气氛的不行了 认为已经触及了中共的很多底线了 按中共以前的官员的说法早该解放台湾了 所以说呢 中国的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社交媒体网页 被中共的小粉红不断的围堵 骂他们不作为 那结果咋样呢 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 也就是在后面几天 也就是6月8号 才回应说这是美国的政治的挑衅 而且就简单的说了一句说 玩活者避自焚就完事了 那只有环球时报的胡总编赶快来赶来给中共叼盘 再次用一种就是我们一般人觉得是高级黑一样的做法来表示说 只要我们有信心 就无需担心我方在策略上吃亏 其实呢 中共非常清楚 自己目前在军事上有几斤几两 而进攻台湾 绝对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军事行动 我们就在前面提到的6月10号 美国这个军事听证会上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 就对此做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分析 他说呢 中共对于台湾的军事入侵 要跨越整个台湾海峡 夺取台湾这么大一个岛屿 需要以相当大的军事规模来实施 而且呢 对抗它的台湾军队 其实也不是吃素的 话外提就是说呢 按全球火力指数 这么有一个评比 台湾军事力量在全球的排行 大约在过去这些年 排回在第15名到25名之间 换句话说 台湾的军事力是不容忽视的 而且呢 米勒还特业说了 说呢 你目前你看 台湾的军力不是吃素的 而且台湾有几千万人 你不管是中共 还是任何其他的国家 攻击台湾都是一个非常复杂 艰难的军事行动 哪怕你就设想说台湾军队到时候完全滑变了 都不抵抗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就是整个把台湾拿下来 也是一个非常艰难困难的一个军事行动 那么针对参议员霍利当时提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美军有没有能力阻止中共在未来三到五年或者七年内 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那么米勒也明确表示说呢 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美国当时的政府按照台湾关系法等 做出一定的坚定的政治决定之后 我们美军有这个能力 我们美军确实有军事能力阻止中共 所以说呢 对于中共来说 要投入到进攻台湾这么一个复杂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综合军事行动 而且很可能这个军事行动会引发像美军这个样子世界第一大军事强国 和甚至日本这样的军队 日本的军队实力在全球也是排第九的 像这样子一个第一和第九大军事这个集团 介入到中共的入侵这个过程中 这对于过去几十年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的中共来说 根本上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说呢 在可见的未来 中共都是没有任何所谓的 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红线 中共是没有红线 但从政治角度来说 中共又绝对不能承认 在这个问题上 特别是在台湾的问题上 它没有军事上红线这样的一个现实 这种矛盾就是为什么中共回避 跟美军高层正面接触 跟美军来直接讨论所谓军事红线的问题 因为它没办法说 中共目前所处的这个状态 其实呢 你想想跟北朝鲜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已经有点非常相似了 就是调门喊得非常高 我今天把你美国炸的片甲不留 但是呢 又坚决不敢确立任何明确的军事红线 因为它知道 一旦定了红线不实施那就完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可能是中共把中国西朝鲜化的另外一个表现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 我们前面说了 中共目前对于现有的国际秩序是挑战的一方 而美国是应战的一方 美国一方呢 没有任何主动发动大规模冲突进攻中共的这种原因 或者动力 对于这一点中共是非常清楚的 也就是说呢 中共知道自己是掌握主动权的 主动权在这一边 只要自己不过分挑衅美国 就没有很紧迫的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 所以说呢 中共也因此并不着急跟美国沟通 来建立一个避免冲突升级的这种降压机制 美国有这方面的紧迫感 中共这边没有 因为它知道它是挑衅的一方 当然中共也不是没有任何对未来发生擦枪轴火 事情应对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中共是有的 中共非常清楚 如果未来真的中美之间有一些小规模的军事意外 那么中共对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没有信心的情况下 中共这一方是绝对不会选择 在军事意外之后升级冲突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唯一要解决的就是 它这些年培养的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对于中共到时候如果有一些军事意外 然后在之后表现示弱的那种民族情绪的不满 那么对于这一点 中共还是非常有信心 它能对中国老百姓的信息封锁 加上严论控制来完全控制国内的疫情 前些时间 中共针对中国网民对其公布的中印冲突 中国军方死亡人数这个问题 网民质疑 中共就强力打压 其实这就是在做一个预警 甚至中共在这个事情上不惜跨国追捕 都是中共在这方面展现其强大执行力的一个体现 也就是给中国网民一个警告 而且我们在过去里头6月10日 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 叫做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这个法律其实给中共在言论控制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法律武器 现有中国的法律规定 你质疑中共历史定的劣势是违法的 而这个新的法律进一步明确 不允许你质疑任何给中共军人的荣誉和名誉抹黑的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不允许你质疑中共对于任何一个军事冲突 结果中方的成败解读 因为你一质疑中共的这个解读 你就是在质疑中国军人的荣誉 那么在法律层面上就保证了 不管在实际冲突中 中国军队无论是有没有死伤 可能有多么丢人现眼 至少在中国国内的舆论空间中 中国军队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因为中共说啥就是啥 而且你不用质疑 当然如果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 你因此就轻视了习近平想成就一番地方伪业的这种梦想 那你可能也就真错了 其实各种迹象显示 习近平是真的相信 他说的那种东升西降的一个说法 真的想站在中国叫板世界 你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 中共刚刚通过的那个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法律可以用于控制中国人 对于中国军事行动的一些舆论 它还有另外的一些目的 它是通过了一系列的给军人的政策的好处 来实现习近平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就是要增强军事职业的吸引力 在中国推动形成尊崇军人职业这样的一个浓厚氛围 习近平在这点上还真是再次有些模仿北朝鲜 搞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先军政治 也就是说在北朝鲜很多年都在搞一个 在国家事务中一切工作以军事为先 以军事为重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中共还没有进入这个状态 但是习近平有把中国往那边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新出的这个法律就是在实施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对于军人的政策上的好处来看 一方面从法律层面 它可能能解决目前因为中国普遍都是独生子女 军队过去在这么多年招兵难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节目我以前谈过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 一个叫郭林茂的主任 也在就这个新的法律 也明确表示说这个新的法律 着力体现备战和打仗导向性和针对性 你比如说在抚恤金待遇上 对于劣势和因公牺牲的军人的配偶子女 等等的优待政治上 这个法律明确规定 这些人享有高于其他优腐对象的那种优越待遇 这其实就是他说的 就是有这种备战打仗的导向 6月9日 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微信上就广泛流传 解放军第八十集团军发表了一个 所谓对于分裂分子发出的严厉警告文章 并且张添了一个宣传海报 这个海报的这个标题就是准备打仗 那么你从刚才中共新的立法 还有刚才来自中国军方直接的这种准备打仗的海报 还有习近平在这之前一系列的言论 其实都一致的反映出习近平内心一直有香 通过打仗来确立其一代帝王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这就是习近平目前的矛盾心理 心里痒痒的很想打 但是又不敢打 不敢打是害怕美军的军事力量和美国军队的决心 那么从这一点上看的话 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最大危机 不在中美之间是不是能有一个防止冲突升级的高层联系机制 而是美国军队是不是能够持续展现其强大 还有美国的领导人能不能持续体现出 其敢于和中共军事对抗的这个决心 但是呢 不幸的是美国左派意识形态 在美国政府和军队的展现 让人在这方面着实非常担心 你就比如说 在过去一周六月九日 美国总统拜登飞到欧洲 在驻扎在英国的美军面前讲话的时候 拜登回顾他刚刚担任副总统时 当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告诉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 你猜居然是什么 居然是全球暖化 一个军队认为这个最大的危险是全球暖化 这已经是偏的不能再偏了 而且呢 现在的美国国防部长 从很多迹象展现 他好像把整肃美军所谓的这种种族主义倾向 摆在了他治理美国军队的核心问题上 在很多事情上都展现出这么偏颇的视角 美国军方这些把关注点偏离中共的做法 对于中共来说都是机会 现在的美国很多表现都有点像一个又老又弱的 昏昏欲睡的狮子 中共这边却表现是一个有巨大野心的一个孤狼 中共趴在那里就在等待这个进攻的机会 而不幸的是人类的未来就悬在这么一个脆弱的平衡处 好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现在迅速跟大家再聊一下美国通胀的这个问题 6月10号美国官方统计显示呢 衡量美国通胀的一个重要指数 也就是这个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5月份要升5% 这是过去13年来最快的增长速度 而且呢如果你排除食物和能源这样子的波动性比较大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核心的这个通胀率上升了3.8% 这是过去30年最大的增长幅度 其中呢二手汽车对于整个这个物价上涨贡献尤为凸凸 当然了二手汽车上涨的原因我们以前节目中也谈到过 那么在以前有关美国通胀的节目中 我已经谈到过 美国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面对越来越明显的通胀 从最开始不承认有通胀 到最近坚称美国现在出现的通胀是过渡性的 其实根本原因是什么 根本原因就是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 主观上不愿意面对潜在的 有可能长期通胀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 敢于积极应对通胀的这种政治决心和魄力 对于这一点有些人好像呢 还是不能完全认可 在6月10号消费者价格指数统计出来之前 我看网上还有人在预测说 如果这一次消费者价格指数出来以后 超过专家预期的4.7% 那么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也许会不得面对现实 开始停止给市场大量灌钱这样的做法 并且很可能他们会暗示会在近期提高利率 那么那样的话呢 股市就会下跌 我对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很可笑 那么果然呢 整个CPI的数据出来 超过4.7%的预期达到5% 而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 整个过程依然保持沉默 那股市的反应是什么呢 在这样子明显的坏消息下 当天的股市稳步上涨 是啊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借用未来的钱大摆宴席 那么大家华尔街为什么不借此继续狂欢狂饮呢 现在你在屏幕上显示的是 世界一些重要国家在过去这一个月 CPI这个年增长率 除了我们看到的已经进入这种病态将死的韦瑞拉 和经济面临将要破产的阿根廷和土耳其以外 美国在5月份展现的通胀情况 已经和俄国墨西哥这样的国家 几乎进入了一个梯队 如果你面对这种突如其来通胀的信息 让你非常担心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孤单 历史上我们知道了 一般通胀出现对于收入比较低的阶层打击比较大 因为他可能就是说直接就有可能有衣食住行的担忧 而对于富裕的人对于通胀的感觉是不明显 但是这次不一样 根据最近CNBC的一个调查 他发现这一轮通胀来了以后 甚至拥有上百万美元可以投资的这样一个富有的人群 也有三分之二的人对于政府最近大量开资造成的这股通胀 让他们担心 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说是让他们非常担心 面对通胀世界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也发出警告 本周德意志银行的一些分析师团队警告说 如果我们持续忽视现在这个通胀 全球经济将坐在一个定时炸弹上 这个概念我们已经说过了 那么有人说杰森你这样的坏消息老告诉大家 让人沮丧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怎么应对 如果你还年轻 你还目前有正常的收入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虽然明明知道现在的股市房市已经处于一个历史的很高的位置了 那我也得告诉你 你可能不得不硬着头皮还要做一些投资 不管是投资股票指数还是房地产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种疯狂的程度 它什么时候会结束 至少历史数据告诉我们 就是你倒霉到了极点 你投资的第二天股市就暴跌 历史性的暴跌 你也知道这样的情况 大概你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 最终在十年之内 你恢复元气的概率是大概率 而且随后会进入新的高度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个退休的人 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我不可能在这里用一两句来跟你解释 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在以后的节目中再跟你详细谈 好 因为时间的原因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我这个频道 杰森视角 杰森视角 杰森视角